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加拿大风情 今天的节目是我们四位主持 首先有Pius,Herman和Jacky 四眼的两位人兄 另外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嘉宾就是Desmond Desmond Yau 看完他的文章就觉得很威衰 想不到我们温哥华都很高兴 很简介说Desmond的背景是什么 首先他读大学有个Double Major 有个BioCam和Kinesiology Kinesiology真正的里面包含什么 我也不知道,或者稍微等Desmond解释一下 Desmond在健康食品里面的一行 做了27年这么久 我看到他的介绍 原来他有一个研究是用Cannabis 即是用大麻类的药物 看看如何止痛 特别是针对一些癌症病患的 等下或者Desmond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大麻加拿大合法 在亚洲很多地区都不合法 但是若用大麻呢 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里 都是应该容许的 等下和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我们的Recreational Cannabis 和Medical Cannabis 即是用的 或者是平常的 好像Chucky那些 週末时想吃两口 即是不开心的那种 究竟我们的分辨是怎样 第三 我稍后会和Desmond聊一聊 原来他在1991年开始 他已经是素食者 这个其实我都很少碰到朋友 是百分之百素食的 当然有些朋友 是宗教信仰 佛教那些 他一直放下素食 但是如果因为健康 或者某些特别原因 想做素食的 相信我要和Desmond聊一聊 究竟素食会对人有什么好处呢 究竟不吃这东西 在加拿大这个西方社会 会不会出去吃餐的时候 都会抱到很多困难 或者是有些障碍 例如你旅行走到半岁 进了一个快餐店 真的没什么好吃 就会有些问题 还有Desmond就参与很多讲座 跟大家分享很多 健康方面的讯息 或者是健康的食物 就是维他命 或者是那些 营养补充品 是的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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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 另外 看Desmond也不太好打得 原来他教的武术 都教了全时间很多年 是不是有七年 很难听你说 差不多四五年左右 四五年左右 四五年左右 一个可以打到我们三个 一定可以 不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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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前 最后就是Desmond也是一个健康 食品和药剂店的老闆 可以分享一下 在这里开了店 应付一些顾客 究竟我们和香港那些不同 就是在这里买药 我们遵守一些守则 一定要药剂师 挂牌才可以 和你配药 如此之类 异彂症主 现在就不和Desmond谈住了 我们说回 异彂症主 说回我们加拿大今期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重大新闻 其实刚刚收到的消息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 阿贝俊沙 被人在背后开了两枪 好像说 打到他心臟停顿了一段时间 立即由警方飞了飞机救护 飞到内粮医院抢救 我到现在都没有听到的信息 就是他能否担得过这一关 还有凶手当场被捕 那个人打了两枪之后还站在那里 戴了口罩 但是没有反抗 被安保人员捉了 说真的 加拿大好像从来没有发生 没有什么 我们的首席主席 手上被人刺杀 美国当然经常发生 加拿大好像平和一点 日本我都好像没有听过 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吓了一条 本来应该打到打厌任 为什么会打到过气呢 可能有私人恩怨或者政治思想 那些东西 遲些下回分界看多些消息 第二点就是说一说 就是可能这个 就是会对 我们大家都听到这个信息 都挺开心的 就是原来暑假刚刚开始 现在大部分的加拿大人 都喜欢报复性的旅游 而外人士接到估计 就是无论国外旅游 或者国内旅游 都異常火爆 很多机票 酒店的价格 都回到几倍 就建议如果没有预订行程 那些市民 就不要那么大上头 就去远的地方玩 不如就考虑在我们住的地方 周边由自己开车到处去 这样玩玩就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不会捱这些贵的机票 或者是有街有贵 你开得远的成本都很高 而且那些酒店也贵了很多 其中访问有一个旅游社 旅行社的总经理 他就说 由于一些外面的国家 放宽了旅游限制 就变成了很多人出国 我的朋友也很多人知道 就设计一些旅游 纳斯维加斯去过 阿威尔去过 到处都走 他就说 欧洲非洲和南美洲 在加拿大的护照 是无需要签证 就应该去出访 所以那些地方也是成了一个热点 好注意的是 他完全没有提到亚洲 我相信亚洲很多地方 还是在疫情下 很紧张的 譬如你去到那些地方 可能要隔离几天 甚至是 甚至是 你去不去到也有问题 而且机票也贵到飞 我相信机票贵也是 制止了很多旅游 想到目的地的原因之一 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一遇到就要整个星期 要在那里 上班的那些 真的没有计算 而且你玩也没有意思 去到酒店里屈你七天 那些 你也不合理 如果是混在一个大游轮里面 有表演 有示座餐 有美食 有很多游戏 有游泳 那些不同 但混在酒店里面 那些不是混 只要收回 我的工夫回到大陆 隔离也很棒 我看到他不是吃龍蝦 只要去大魚大肉 但始终都没有游轮那么开心 但是他有没有见人呢 他只坐在房间吃 不能见人 不能见人 大魚大肉也没什么意思 他在这边也不见人 如果德斯文去就惨了 困你在里面 每天都做酒店的那些 齋菜吃肯定的 肯定的味道不行 可以叫外卖的那些 可以叫外卖 我试过去黄石公园的时候 我自己搭公仔圆 那你怎么煮呢 例如速食的那些 例如人人铆铆铆到半岛 去麦当劳买一包 你在那里吃东西 麦当劳也有生日的 我试过去吃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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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给了 只拿麦包里面的蛋 抽起发肉 我全部拿了 剩下两个麦包 剩下麦包 其实我也试过 有一次我买了漢堡包 然后回到去看 原来没有肉 我也试过 他比特曼突然帮我走肉 哇 原来你就拿了一手 打斧头咬那么紧 对啊 现在有些卖鸡鱼 也可以 可以讲一下 或者我 原来加拿大旅游 国内的旅游都很受欢迎 尤其是Rucky Mountain 和洛基沙蜜 Bank 即是世界文明的地方 现在 原来很多人 都存了这么多钱 寧愿是 给钱去坐火车 去洛基沙蜜的旅游 那些高端火车团 其实是一个旅程要 整个万元夹子的 它包你住在火车那里 还有有美食 沿途看很多风景 这个其实我来到加拿大 这么久 都完全没去过 这个我觉得可能 我去过一次去Whisler 那些短程 那些短程 但是很棒的 其实真的是 因为你是看着日落 然后有东西吃 然后完全看完整个天色 是很棒的 主要就是看Jacky 你当时跟哪一位 哦 绝对是 每一位去 是 告诉你 一个人去都没人相信 哈哈哈哈 很多人是整家去的 我相信你那时候 感受良好 那当然是因为你的同伴 是令你这么开心的 明白了 没错 那说完这些 就是原来 原来 疫情 之后 报复性出油 导致供求 失衡 所以 机票全都贵了 就是去Bank 以前 疫情之前 两百多元一晚 酒店的 都很漂亮的 现在是400至600元 才有 还有你订不订得 都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错 接着呢 2月那时候 在加拿大飞内陆的机票 例如是温哥华飞去多伦多 是200多元 再加税 现在呢 入到6月就要1000多元 贵了很多倍 其实同等的飞 同等的情况 成本贵 还要贴钱买难受呢 你去多伦多 你等个行李等几个钟 等不到 很大件事 真的 另外呢 有个温哥华岛 有些路营的营地 就是RV Park 有些人自己驾车去旅行 他就说 基本上今年的暑假 所有营地的设计 全部都满了 还有呢 有个现象就是 有些人设计了 例如是驾驾驾车去 有部分的 营地的地照用 但是就不驾驾车出去 就驾小车 然后自己驾驾驾 为什么呢 他就说 原来油价贵得很厉害 他们就驾驾车 甚至有些是 卡库 就变了你搭橡木 这样的野外 我不知道他怎样解决 卫生情况 因为搭橡木 室内没有厕所 你怎样呢 他要公共厕所 洗澡 跟你的R 总抱大致 完全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关于移民的 香港的朋友都听听了 就是 我们移民局 刚刚通知 就是我们 移民局 就有一个 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 所有移民率 在昨天 即6日开始 全面重啟 还有他们在一个 所有 整个公司 原来有20多万的申请 在等候 中间 就抽了1千8人出来 然后他移民 你知道加拿大的移民申请 他就看看你的学历 年纪 你知有没有加拿大的经验 各方面 就有个评分准则 如果你的评分是557分 或以上 又被他抽中 在两个类别里面 一个是联邦移民的加拿大经验类别 或者是联邦技术的类别 如果在这两个类别里面 你抽中 你就可以马上转移民 20多万人 如果你抽中 分数是足够 就可以立即搞定 首先 当天抽了1千5百人出来 还有他有个名额 就是总共要抽这些8千人出来 抽到之后 满足这些8千人 可能移民局 就会降低分数 再抽下一批人出来 说到557分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联邦移民赖民及公民部 也就是RCC 也就是我们简称移民局 在6月20日 申请人数中有220674人 人数最多是351分到400分 有6万多人 第二多是451分到500分 有5万多人 第三多是401分到450分 又是5万3千多人 只剩下那些就是 要是你低过351分 或者高过500分 在高过500分之中 那些人就有机会 如果抽中你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马上发出移民 如何计算到500多分 其实也不是容易 原来是500多分之下 557分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 加拿大的碩士学历 我相信 我相信 Jucky也没有去买这些 有啊 SFU也有个计算 NBA拿了 Jucky又 跟用钱买差不多 他说另外一个 就是你毕业后 你需要在加拿大境内工作3年 还有你雅思8777分 而且你不能过30岁 Jucky也不行 Hermit也不行 我也不行 Desmond也不行 全部都不合格 如果这些全部合格 之后 你就可以达到5757分 条件 又抽中 那你就不用排队了 就马上搞定了 但是有个移民顧问 和我们做过节目的 陆炳雄先生 在多伯多那边说过 就是说 他估计聯邦移民局 就搞定了这8000个名额 之后 可能他推出第二个计划 就是把分析降低一点 吸收第二个人 他就提出一个要点 就是说 因为他抽这些申请表 全部都是用AI智能 就是电脑去抽算 所以你填表的时候 写东西 那些字迹一定要很清楚 等到一个机械性阅读 都可以读到你的申请表 如果你很模糊的了字 他读不到 他就拒绝了你 就算你是分数合 你也放弃了机会 因为字写得差 就有不好处 原来现在还是用手填的 那些表 有些人是用手填的 OK 我以为全部都用了电脑填 OK 这个是因人而异 有些人觉得他填表中用手 不手 另外说一说 这个可能香港的人 会吓一吓 原来我们加拿大 已经估计有1700万的加拿大人 中了新冠疫情 平均每日估计有10万人中招 可能我们这四个里面 照这个估计应该有两个人 是中过招 当然痊愈了 要不然我们不坐在那里 肯定痊愈了 原来根据我们加拿大 有一个新冠疫工作小组 叫COVID-19 Immunity Task Force CITF 做了研究数据 在今年的半年之内 基本上有1700万加拿大人 平均每日就超过10万人感染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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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到5月底中西部省份的感染市的比例是達到50% 但是大西洋省份,即是在加拿大東邊的幾個省 比例是低一點,是3% 但是他們的增幅就大,因為他們可能中招的人少 但是現在開始就起得快 我們大部分人中招之後,已經有免疫就不會再中招 所以是緩慢了增幅,但是人數就超過百分之多 而且這裡不檢查,檢查到有都不報的 就是沒事了 剛剛今天也知道身邊有兩個朋友中招了 但是他們我相信都不會報到上去,因為不用驗血 因為現在是免費拿那些測試的測試 所以很多人都免費拿了之後,檢查到自己自我格 通知家人,你不要來找我,我最近要躲起來 然後通常人都過五天到七天就已經痊癒了 就可以出臉 可能Desmond有些提示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未中招,有什麼健康食品可以做一些預防呢 快點中招了他們 未中招就加入我們 其實中招不是一個大問題 沒錯 最重要是打針 打針也好,不打針也好 最重要是身體如果能夠 可以頂得順的話 過了這一關其實還好,沒什麼問題 大部份人都過了這一關 所以其實他們的死亡率主要是針對 主要是說如果本身有大病的人 譬如有糖尿病的人 尤其是越嚴重的糖尿病的人 他的死亡率越高 可能跟年紀也有關 最早期我聽到死亡的人數 是有些其嬰 老年住的護理中心 突然說一聲 感染了幾十人在一起 在一個護理中心中招 然後死亡很高 其實病毒本身不是一個大問題 問題就是這個病毒引起肺的發炎 發炎的問題 發炎收拾不到 就會引起其他病發症 才會出現問題 所以記得香港 那時候沙士的時候 還沒有用雷固醇 雷固醇在西藥來說 是禁止發炎是最強的藥 所以當時 原來一用雷固醇 他可以不用死 不過當然會引起骨骷 之類的問題 現在的人知道 雖然那個 菌種是變了不同菌種 但是 那個後果一樣 引起發炎 發炎的程度 他突然快 發炎本來是一個在身體自然的反應 是修復我們 受破壞的 細胞 但是如果他是發炎 太快太勁的話 很多細胞都撐不住 細胞就死亡 變成是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 其實知道 這種病毒帶來的 問題 如果譬如我們 我不是有些傷風感冒症狀就去入醫院 是不是 為什麼呢 為了預防 或者 覺得不太需要入醫院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可以吃燒鹽藥 燒鹽藥 如果我不吃西藥的話 現在可以很流行 香港也很流行的 就是吃Krysatine的洋蔥素 或者吃黃薑粉 這些全部都是燒鹽的一個很好的保健品 所以現在這個洋蔥素賣得很厲害 它是成藥來的 成藥是沒有什麼的 Krysatine就是 譬如是橙皮 我們吃橙的時候剝皮 剝了白色的衣 其實那些衣是好東西來的 我們不要說不要剝得那麼乾淨 吃橙,千萬不要剝白色的位置 不要剝得那麼乾淨 還有我們喜歡吃的綠藥皮 整個綠藥皮就是Krysatine的洋蔥素 中式食品很多時候有陳皮 那些會不會已經製過 曬乾淨的功效 正式的味道 原來陳皮有它的藥用 在自然療法裏面也有用 陳皮製過之後 它就很奇怪 就是可以防止癌細胞 黏在其他的部位 所以呢 他們做過實驗 就發覺譬如說 尤其是針對這個 陳尼腺癌 那陳尼腺癌呢 雖然不是很難醫治 不過呢 問題就是說 很多時候 那些癌細胞 脫離了原發性的腫瘤 那它全身走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黏在其他的血管裏面 一黏在這就糟糕了 一黏就是擴散的 它會發脊 原來他們發覺陳皮 將它變成粉 吃某個劑量的陳皮 可以防止癌細胞 黏在其他地方 那他們發覺就可以防止 擴散 其實我想問問 Decimon 可能你可以 給你意見 最近我扭傷了腰 很多時候 扭傷了腰 跟西醫說 如果沒有傷到你的脊骨 沒有骨裂 肯定是肌肉的問題 或者肌肉撕裂 那些 或者開些施痛藥 或者是你去藥房買 例如Aleva 那些 Decpain 那些 過了兩個星期你就自己好 另外 問到朋友 你這些痛 腰酸 累痛 其實針夠有效的 那你去針幾針 有些說肌肉 其實在你的立場來說 這些事情 時不時都會發生 因為好像Jacky 或者Herman 那些 都有時候帶小朋友出街 拉狗 拖個女朋友 像Jacky 有時候會不小心 善親、激親、扭傷 我猜得你那麼狂 不要拖著狗 帶女朋友 黏著兩件事 如果在這個情況 Decimon 我們不要說 賣一下關子 不如等一下 Decimon 休息完之後 我們賣個關子 先釣一下 別人 帶女朋友出街 怎麽不會扭傷 好 稍後談 好